哈喽,大家好,所有的家人们 今天小老师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一个练习气息的一个好方法 首先准备好一个杯子 准备好一根吸管 这个吸管的粗细呢 我们就是喝珍珠奶茶的这个吸管的粗度就可以 能吸上一个珍珠来就可以 这样的是比较适中的 把这个杯子装到三分之二的水 然后我们把吸管放进来 放到三分之一处 或者是再往下一点都可以 那么这种练习方法 它是锻炼我们的复故的一个气息的控制能力 当你越使劲的时候 这个泡它是越大的 锻炼我们的气息的呼出的均匀度 来看小老师给大家做示范 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鼓肚子 用你最自然的气息来把它吹泡泡 让你感受到我们的腹部的一个发力点 大家记得鼓肚子不是来憋气的 一定不要做错了 那么我们经过我们反复的练习 然后你的气息会每天进步的 你必须说